欢迎大家来到《从听书到看书》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 《爱上情绪化的自己》一书中有关快乐的部分 快乐是由快感和幸福感所造成的 做快感的事虽然感到愉悦 但感觉通常是短暂的 例如救命、享受美食 又或者书中提过有一位少女 每日频繁地发布IG的帖文得到的赞好 人会为了再次得到这种愉悦感 也就是奖励 而频繁地进行某些行为而成忍 快乐有正能量、也有黑暗面 盲目地追求快乐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 快乐的盲点也会令人判断力变差 当人感到快乐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犯下基本归因错误 这种偏差是指倾向把别人的行为 推断由内在因素引起 同时低估了外在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力 例如刚刚提到在IG帖文的少女 当她发现朋友竟然没有赞好 就会将这些归因于朋友的内在因素 不赞好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欣赏 或者妒忌自己成为受欢迎的KOL 这些基本的归因错误 令她对朋友的印象产生偏差 那我们要怎样才能享受 教恒久而实在的快乐呢? 就要在于得到幸福感了 幸福感是包括有意义的生活和投入 投入感是形成快乐的认知成分 例如有一位先生在退休之后 走遍全香港扭气球送给孩童 她透过跟人分享 获得无比的快乐 她投入这种有意义的退休生活 不知不觉间 一个月已经送了将近一千个气球 这个是连她自己也没有遗意的状况 看到孩子的欢迎 这位退而不休的先生 感受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 也从中得到成就感和意义 她实践了幸福论的五个元素 包括正面的情绪、投入、正面的关系、意义和成就感 相比起一闪即逝的愉悦感、幸福感带来的快乐 更加实在、更加易掌握 一方面全程投入做一些自己享受 而且有能力做的事 并且为自己做的事赋予意义 另一方面多些和其他人建立正面的关系 做多数利他的事务 这些方法都可以给我们持久的正面经验 获得正面的情绪 在最沉快乐的路途上 我们无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威胁 成为我们快乐之间的隔阂 这些威胁可能源于人际关系、工作、健康等问题 明天会和大家一起讲讲书里面对恐惧的解说 从听书到看书推介书籍 爱上情绪化的自己 作者陈浩宜由天窗出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